这个童修他有十年的抑郁症 然后他总是感觉就是有人给他下杠头 因为这个事情他去搬了家 但是换了新房子之后 他还是感觉有人敲墙下 那个有人每天都有人敲墙吓唬他 心力交瘁 他13年开始洗我们法门的 也念了3000多张小房子 放送了3万多条鱼 但是他又为这个事情 就专门为这个干净书派的事情 许了800张小房子 还是心里还是心有余悸 师傅您看他这是抑郁症的那种恐惧症呢 还是说换听呢 什么问题啊 对不起刚刚没听清楚 没事不好意思 是这样的 这个童修他已经有十年的抑郁症了 他最近老是感觉有人给他下杠头 然后听到有人敲他的墙壁 这个已经有抑郁症第二期了 就是恐慌有一个恐惧症 已经有恐惧症了对了 忧郁症加上恐惧症 我告诉你恐惧症是什么 恐惧症是害怕 你去看忧郁症的人都害怕 第一害怕跟人家接触 第二害怕别人搞他 对 他现在超强 他就听幻听幻觉 那已经是第二期了 你去看第三期 忧郁症最厉害第三期 就觉得人家在打他 或者再刺激他 再弄他 所以他就活不了了 他就自杀了 所以很多忧郁症 第三期 第二期现在是害怕 第一期 忧郁症是怀疑 所以一个人不能怀疑 经常怀疑别人 接下来就是恐慌 恐惧 对了 好了 那师傅这种情况还蛮多的 我就说最近很多统修 都有这种情况 先是担心一生一鬼 后面就是害怕 然后恐惧 他不改啊 然后修得不好啊 修得好 那么人家就改掉了 对 他也像他这样 修了三四年了 也修了三千多张小房子 应该会有一些效果 但是可能不是他 也跟他自己的 是不是跟他 是不是他的信心有关系 有时候看很多同修的 有抑郁症的同修 他们信心都不够足 对 对 就是这样 我告诉你 信心不足 就会害怕 你说说刚刚有关心 菩萨在心中 谁会害怕 对 我们就是说 有菩萨有师傅 教我们这么好的方法 我们有这么好的法博 应该相信 能够彻底自愈的 其实很多人 都没有这个信心 真的很难 你知道很多癌症们 就是没信心死掉了呀 对的 对的 你看中国 中国过去 有个拉阿胡的 那个敏慧风 他癌症 坚决做斗争 人家不是活得好好的 对的 对的 对不对 一个人要有信心的 对什么事情都要有信心 没有信心就会失去 快更快 明白吗 那他这种情况就是继续要他树立信心 然后多天师父开寺 多念小房子 你不要再 做好量手准备 菩萨能救的 菩萨一定会救 菩萨救不了的 我就算今天念经放生 这孩子也不会咋的 就算死了以后也会上天的 要有这种信心 你就不会害怕了 他就是 哎呀 我这一岁的孩子 我怎么办呢 他脑子完全在里边 你倾家荡产 没有用啊 没用的 倾家荡产 要看他的福分的呀 对不对 对他没那么多钱 哎呀 哎那好了 就是没有福报呀 嗯 所以似乎真的人生苦 太苦了 知道吗就好了 嗯 嗯 好